就是我一到醫院 他們就幫我先抽了八管鞋 八管 管子上面就是貼我們是 就是非常危險的那個標籤 那天好像傍晚的時候醫生就打電話給我說 欸你確定就是確診了 因為我在西班牙遊學嘛 所以我是二月初的時候開始咳嗽 有乾咳的症狀 那那時候台灣就已經有案例了 但是西班牙是完全沒有 只有在外島有幾個案例這樣子 然後所以在西班牙的本土 基本上大家都不太care 然後大家都沒有這個概念 那因為我在台灣有接收到這些資訊 所以我自己就是還蠻害怕 我乾咳的一開始就是很嚴重了 那咳嗽的嚴重程度就是非常嚴重那種 就是我會咳到一定要坐起來繼續咳 然後坐著咳完以後 他那個持續咳嗽大概四到五秒以上 咳嗽的時候就是身體會無法控制的 劇烈的晃動這樣子 結果我就去藥局 Farmercy的人就是只判斷我就是流感 然後就也是給我咳嗽藥水這樣 然後我想說好那我喝喝看 結果我就喝了大概五天 完全沒有好轉就是一樣在乾咳一樣是睡不了這樣 一樣睡不了覺 然後我就真的就是在二月二十號左右 我真的受不了 我就還是去看急診了 然後我選的那家醫院是巴塞爾納很有名的一家私立醫院 當地的朋友都說這家醫院很靠譜 然後就是名聲也很好這樣 所以我就去了 那我是掛急診的嘛 然後所以我大概等了一兩個小時就輪到我 然後那個急診的醫生就一看到我 他就問我我的症狀 我說我就是咳嗽而已 然後但是我知道Coronavirus有乾咳 所以我很擔心我想要檢查我的肺部有沒有問題 然後他看著我他就說那你有發燥嗎 我說沒有 他說就是流感 我說那我可以自肺照X光嗎 因為我家人就想要確定我的肺沒有事情 你們知道就是武漢肺就是有病毒嘛 會感染你的肺 然後會看到白點這樣子 然後我就這樣跟他講 他就說你是醫生還是我是醫生 然後我就說你是醫生 然後他就說那我跟你講你是流感就是流感 然後我就說那還是可以幫我檢查一下肺嗎 他就說好那我就用聽疼器幫你聽 結果他就幫我聽了以後他就說 你肺的氧氣量是正常的 你沒有的Coronavirus 請你不要想太多 然後我等一下給你咳嗽藥水 就是又是咳嗽藥水 我也不能說什麼 然後我就離開了 再隔一個禮拜的時間 我的肝咳變成濕咳 濕咳就是我是帶有痰的咳嗽 然後咳的一樣厲害 咳嗽的次數有減少 但是就是改成濕咳這樣 然後我就想說好那我就慢慢等等看 結果大概到3月初的時候 3月初第一個禮拜的某一天 我就突然發燒了 燒到38.2度那種燒 然後是從下午開始燒到晚上 昨天就是我的燒就真的完全退了 36.2度 從此後面再發燒 然後呢我就想說 那我可能就是真的不是Coronavirus 就是因為我發燒一個晚上而已 然後 然後下禮拜呢我就是變成鼻塞 所以我就覺得很奇怪 那現在要變成鼻塞到底是怎樣 然後鼻塞會伴隨著失去嗅覺嗎 如果我真的中了 那我是無法得到適當的醫療 所以家人還是很堅持就是讓我回台灣 回台灣就是 一到機場就是台灣這塊做得很好 因為台灣就是會給我們每個人就是一張紙 然後寫我們近期的症狀 然後還有我們曾經帶過的一些國家這樣 然後他們就是把我帶到機場外面的一個小隔間 裡面有醫生這樣子 用棉花棒伸進去我喉嚨這邊 然後就是把唾液刮出來這樣 然後檢驗 那他那時候當下跟我說就是他需要 就是5到7天的時間 他可以通知我有沒有 有沒有總天的傍晚 就是我的居家隔的第一天的傍晚 就是收到疾管局的電話說 欸你現在就是收拾一下行李 就是就大概準備兩三天的量就好 然後我們現在只是要帶你去醫院 做更詳細的檢查檢驗這樣 那我就說喔好那我是就是 我是確診了嘛 他就說我們還不知道 我們就是要帶你去醫院做更詳細的檢查 那我就說好 所以我就真的真的乖乖的只收了兩三天的行李 然後呢就是我一到醫院 我就想說好那我應該就是在那邊等通知 他們就幫我先抽了八管的血 八管 然後我就真的嚇到 然後我就開始狂哭 那就是真的是心情非常差 因為我就覺得我八成就是有了 我是不怕抽血的 但是就是這輩子也沒抽過這麼多管 然後就看著那個 就是管子上面就是貼我們是 就是非常危險的那個標籤 我就覺得好可怕 就覺得自己是病毒 當天晚上當然就是我是心情非常複雜 然後非常緊張非常 就是也有焦慮這樣子 隔天好像傍晚的時候醫生就打電話給我說 欸你確定就是確診了 然後我就 就當然也是哭嘛 然後 就兩個醫生告訴我我沒有 然後結果我是有的 那我那些朋友怎麼辦 之後我就是接受 嗯治療 他們就馬上就是派了X光來照我 然後就 嗯 還有再幫我量血壓 幫我擦針管在手上 然後打抗生素的點滴這樣 那基本上我的治療就是 吃藥抗生素跟打抗生素的點滴 因為現在你們都知道 我們這個是沒有解藥的 所以治療方式就是這樣 自從我被確診後 我就當天就有打給一些很 非常close的朋友 他們就是會問我說 我是什麼時候得到 然後我覺得 嗯 是誰傳染給我的 那我要說 我都是跟他們說一樣的 我不可能知道 然後醫生也不可能知道 因為沒有人能夠正式確定說 我們是哪一天得到的 然後 嗯 如果我不知道哪一天得到 那我相對就是不知道 是誰傳染給我的 所以 嗯 這個問題基本上 我覺得coronavirus的病人 都是無法回答的 因為潛伏期真的太不固定 然後 嗯 每個人身體的反應也不一樣 有些人沒有症狀 有些人是 3天有症狀 有些人是14天有症狀 有些人是30幾天才有症狀 所以 這個我們真的不知道 真的很感謝台灣疾管局 跟台灣政府 然後還有這些 醫院的醫護人員 他們真的是非常細心的照顧我 然後 完全沒有一絲懼怕 我知道現在 我們的情況是 大家都會很怕被我們傳染 然後我們好像是 就是 異類這樣子 這些醫護人員都沒有 讓我們有這種感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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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點滴打完 然後 你如果沒有注意的話 你看 就會是 裡面是血 所以這就是我 我剛才發現的 睡到中午 睡到中午 早餐 中餐 我把你一起吃 一起吃 昨天 我已經睡不著 今天是 第四天 前幾天就是都 情緒啊 什麼都調適的不錯 但是 今天可能因為睡眠不夠 然後 就心情突然不好 我也擔心我 在西班牙的朋友的狀況 還有我的室友 如果我傳染給他們 也不是我願意 但是我心情上 還是會 覺得 好像是我害他們的一樣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好像是 在一間 密閉空間 然後 沒有出去 沒有跟人群結束 雖然有 船 忽悠 你看得到陽光 可是你是 完全是沒有 時間的概念的 不曉得 是不是我個人的問題 所以 其實 我到昨天 都不確定 我是進來 兩天 三天 還是四天 是我問我朋友 我朋友說 你已經進去三天 我才知道說 原來我已經 待了三天了 然後 今天是第四天嗎 所以我四天沒有洗頭 好 剛剛吃完晚餐 因為早上情緒很不好 然後 發現說 有可能是 睡眠影響的 睡了一下這樣 然後現在起床 就 心情好超多 精神啊 心態都 變得比較 樂觀嗎 我想和大家說 海外的留學生啊 我相信大家一定就是 有嘗試過 當地就醫 當然 當我們咳到 快死掉的時候 然後 甚至發高手的時候 我們自己也會害怕 我們自己也會 想要在當地求救嗎 第一個可能 法國的話是 它的Hotline 根本就是 不存在 你打過去它是說 齒號碼是不存在的 還有 加上每天看著那個 Case的數量 一直Double 一直增加 一直增加 家人就是也會 希望我們趕快 離開這麼危險的環境 以我個人的狀況 我當初是 非常抗拒回台灣的 第一個是 我知道 機場跟 飛機 是非常高風險的 環境 當下我是跟我父母都講說 我在誠誠看 既然醫生都說 我不是Coronavirus 只是普通的流感 我可能 靠自體免疫力 我就好了 但是 也不是我想像的 當然 我的個人立場 不能代表 所有的病患 但是 以我身邊的朋友 還有我 自己的例子 就是 這樣子 我覺得現在這個時期 我們最需要的是 關懷跟愛 然後跟 支持彼此 度過這個難關 因為這是全世界 不管亞洲 歐洲 美國 大家共同在 經歷的一個難關 我 差不多要去洗頭洗澡了 真的 非常非常的有 我想也是蠻值得紀念的 我想也是蠻值得紀念的 開始啊 要外套幫我解開 把這個 把帽子帶起來 那我之後的等鍵拖開 都可以 好 然後 然後 好 好 知道嗎 知道嗎 之前我的插管啊 是在這邊 手臂這邊 你們看有針孔 好 有點痛 壓哪裡 壓這 要針 辛苦了 然後 現在我的針孔移到手 背上 好香喔 你是吃了藥會胃痛是不是 沒有就是會 一直有那個胸 胸悶的感覺 然後醫生就覺得可能吃到胃流 其實它超級痛的 因為手背上的皮很薄 然後很多筋 拆這裡對不對 可是我整條手其實都在痛 就是筋整個會痛上來 我只要用到這隻手 皮膚這樣 就會拉扯到 然後就會好痛 因為其實這個針還蠻粗 它不是針 它是管子 然後 我們打那個 抗生素從那邊打 然後連睡覺 就是整個筋都會 在痛這樣子 嗯 就加油囉 撐過去 可能 三天後可以換到手臂吧 個人超愛吃豆腐 你們喜歡吃豆腐嗎 護士剛剛已經來過 幫我把抗生素的管子 插上去 整個這個管子 上面吊著抗生素 因為皮膚很薄 所以連現在打抗生素進去 有那個壓力在 就是又更痛 所以其實我現在是 只好忍耐 差不多半小時 40分鐘 比給我 四十分鐘 我們怎麼吃 來自噴 四十分鐘 這樣 遲到四十分鐘 一